朱立伦访美画下句点 昨天返回台湾 一回国就接受了平面媒体访问 朱立伦提到 副手要和他有互补性 因此也排除是财经人士 另外针对国民党 明天将要公布不分区立委名单 传出立法院长王金平 将会列为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朱立伦在专访中 也几乎已经间接证实 朱立伦旋旋风市防美行程 在旧金山画下句点 16号清晨返抵国门 一下飞机面对外界关心副手人选 朱立伦超低调 副手是不是 我们过了全双滑 对手蔡英文正式公布副手人选 朱立伦对自己的副手虽然不愿多谈 但一回国随即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也透露副手人选要和他有互补性 因此外界猜测已经排除财经人士 而且又得具备政务和社会经验 而限别省级南北等 都不在他的考量之列 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确认阶段 这几天就会公布副手人选 至于立法院长王金平 一早接见美国智库成员 表情一太轻松 对外界传言 国民党将在本周中常会上 把王金平列为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王金平还是那句老话顺其自然 讲过一些都是顺其自然 也是能够让委员会专业化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跟步骤 王金平化回的平淡 但朱立伦十六号已经在专访强调 不做政治考量 而且需要考虑到王院长的议长角色 等于也间接证实 王金平将排名国民党不分区的第一名 记者综合报道